重色的浴巾被丢在马桶前的地板上 来到浴室门口明明有踏垫 却还是把浴巾给叠在上面 白色的布难免出现脚印 让这间台东民宿老板心好痛 如果洗不干净浴巾就要扔掉 看到这样的情景让老板忍不住走心了 脸书贴出公告表示 从2024年元旦起不再提供免费浴巾 毕竟浴巾用久了可以变成抹布 但抹布变不回浴巾 跟大家说声抱歉 由于太多次看见浴巾狠狠被丢在地上 踩踏沾到血或饮料 防务员都要手洗再手洗 决定改成租借浴巾的方式 一次50元 消息一出引起3000元按赞 于百则留言 大多数都支持老板做法 使用自己的毛巾非常干净 但如果遇到紧急的状况 如果临时要出差 那没有毛巾的话 就要额外再去逐捷旅馆了 是会有一点点小困扰 因为我假如有去外面住的话 我也是都带自己的浴巾 不喜欢用外面的浴巾 就怕旅客住进来 把浴巾给丢在地上 所以说在台北这家旅馆 是除了准备浴巾 还特别准备了像这样的足精 就是让旅客可以把足精 给放在地上 来减少浴巾被弄脏的状况 每次旅馆业者也直言 虽然自家浴巾都会拿去消毒 但还是很怕遇到不懂珍惜的客人 常常听到同行分享 曾有旅客拿浴巾擦婴儿 宠物排泄物 自己之前更遇到外国旅客 喝醉恶搞 因为我们不提供烟灰缸 所以他就把我们的毛巾 去沾水 然后当作零食烟灰缸使用 就判寄出罚则 旅客会更有分寸 不再把方便当随便 TVBS新闻杨晴莫 刘一轩中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